腼腆笑容 就讀竹東國中三年級的朱宇恆 參加記憶教育課程半年多 展露對美髮的天賦 有著比女生多一些的耐心和細心 輕易就完成高難度的編髮造型 可以幫同學的頭髮弄很漂亮吧 然後這樣讓別人也佩佩亮亮的 我覺得很滿意 同樣熱衷記憶課程的 還有關係國中三年級的蔡國平 因為對電機的熱愛 讓它不斷挑戰自我 製作出節能省電的光感測器 對電的好奇 覺得做這個還滿好玩的 課本就是教對死的東西講 如果你做這個的話 邊做邊講 把它從死的變活的一樣 感覺就是非常有趣 國中學了這個記憶學程 對各種職業試探 其實他上學期有別的職業試探 職業期是學了電視電子 早一點發現他的一個現象 早一點在這一塊多努力的話 我想會跑得會更好 以後將來會做得更好 新入縣101年度國中基於教育課程 記憶競賽季成果展 今年全縣共有29所國中 1294位學生報名 分為參旅 家政 電機電子 化工等11個職群做競賽 獲獎的學生共有388人 張副縣長也親自到場頒獎 以國際級的麵包大師吳寶春為例 鼓勵學子將理論和實務經驗做結合 更能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一個人的成功 不一定是在我們的學業上面 或者是我們進入到一個普通的高中 事實上如果說你有一個 一技之長記憶的話 也會有一番的這個事業的一個成就 藉由技職教育課程加強學習動機 同時建立自我成就感 讓每一位學子事性發展 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條路